究竟是誰如此大手筆 就是在高雄市左營區的文治路上 今年十月份有一名流姓投資人 他以大約是六億元的總價 一口氣買下整批十五間的透天措 那麼對此房仲就說了 這個地點是在廉池潭的附近 過去是因為鄰近鐵路的關係 因此開發受限 如今鐵路地下化完工 再加上台積電即將要來設廠 開發商看好的發展潛力 因此一次花六億元 買下整批的透天措 消息一出也讓附近的住戶 大家都嚇了一大跳 在高雄左營文治路 這一整排透天措一共有十五間 屋齡都在二十到三十年之間 從外觀看起來相當老舊 已經都沒人居住 現在傳出有人一次花六億 將這十五間的透天措 還有旁邊一塊空地 一次少貨通通打包買走 他們自己蓋的 都在走廊 都像分出的家庭 都這種舊透天 對那其實他們都是有機會整批收購起來 然後用大地瓶去蓋社區 因為他其實這邊就是 接通可能美術館到台積電 或者是巨蛋到台積電的一條路 附近的住戶聽到消息都很驚訝 住戶說這批透天措 是兩名莊姓地主持有 原本因為在鐵路附近賣相不好 但是在鐵路地下化 還有旁邊的新莊一路打通之後 交通問題解決之後 開始有人上門詢問 加上台積電確定設廠 來問的人越來越多 後來是一名涉及在美術館的 流性投資人 花了6億買下 這筆交易包括15棟的建物 還有旁邊一塊空地 一共16塊的土地 總坪數781.96坪 換算下來 每一坪的成交價大概77萬元 就是以它的土地限值來估的話 一坪七十幾萬算是蠻實惠的 因為它上面有合法建物 所以說它可以做微老的相關的 到時候會有做容積獎勵的部分 它有可能是買來之後 就是把這個地整好 再更好的價格賣給建商這樣 最近在北高雄也出現開發商 狂掃老舊透天措的情況 今年5月也有沙石公司 花了1.15億元 買了一整排7棟屋齡44年的 三層樓透天措 準備把老舊透天措改建成住宅大樓 搭上台積電的順風車 希望能夠大賺一筆 記者葉宏隆 高雄報導